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你信不信 这是真的 43年前的今天 1981年的农历的三月初一 我被我妈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 于是才有了43年之后的我 我妈捡到我的时候 是在我们镇医院的垃圾桶里 那是一个凌晨 据我妈说晚上的气温很低 可能就六七度 当时我七个月 银产存活 但我确实是我妈亲生的儿子 我爸跟我妈是可以生两个孩子的 但是我姐姐必须年满四周岁 我出生的时候 我姐姐只有三岁七个月 我妈就被送到了医院 然后强制银产 给她打了至少两针催产的针 两针都从肚皮穿刺 从我的右耳朵的地方打进去 然后在1981年的3月初一的凌晨 我就生下来了 我就被医生跟护士 丢到了医院走廊尽头的一个垃圾桶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妈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就是我的哭声 当时我妈说 在那个时间段 只有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就是我 然后她觉得就是我的哭声 于是她从病房的产床上翻下了床 爬起那几十米顺着墙边 拉翻了垃圾桶 把冰凉的我揣在她的怀里 然后爬回那病房 揣了我一整夜 我的体温才恢复过来 我妈说 当时的这个产房里 除了她之外没有别人 因为医生觉得 我应该是第二天早上降生的 我父亲回家了 然后没人陪护 第二天早上 我父亲到医院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黄种人 一个黄种人的婴儿 为什么说是一个黄种人的婴儿 因为我浑身都是黄的 连白眼珠都是黄的 我判断可能是因为新生儿的黄胆 给药物中毒 我妈说 当时所有的人都劝她 不能要我了 因为第一能不能活下来 不知道 第二活下来的这个孩子 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还是一个傻子 也不知道 但是我妈说 她自己生下的孩子 她必须要抱回去 然后在我出生的几天后 我就被抱回去了 我能活下来 要感谢很多人 最要感谢的是我们 村里的一位姓张的老医生 他已经过去了 姓张 叫张春生 跟我爷爷关系很好 从我回家之后 一百天累 这位脑医生 给我开了很多药 我每天要洗两遍澡 我妈 在吃着熬着熬着这个汤药 给我解毒 我以前跟很少的一些朋友 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都是笑着说的 但是今天 我笑不出来 我笑不出来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在想 我在想 43年前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妈该有多么的无助 我的名字是出生很久之后才去的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 小孩出生三天之内 一定要取名字 但是因为家里人担心孩子养不活 所以在等到满月的时候 才给我取名字 我其实有两个名字 大家 知道的 康少剑 这三个字 是我的学名 少剑 其实是 谐音少剑 我还有一个名字 我还有一个名字 在当地 你如果问当地的人 康少剑是谁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问 但是你如果问 康计划是谁 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计划这个名字 是我爷爷跟我老爷取的 两位老人商量了两天 说因为这个孩子是计划生育 存活的孩子 所以我们就给他取名计划 少剑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取的 我是少字辈 但是不是少年的这个少 是少新的少 我父亲就把他改过来 这两个名字加起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是一个很少见的 在计划生育里头 引产存活下来的孩子 很多人讲 一个孩子的生日就是母难日 小时候我不懂 现在我是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1981年的3月初一 我妈为了生活 人生的多大的痛苦 我当时不知道 现在想一想 都难以想象 因为出生的太早 才七个月 所以我小时候身体很弱 到快一岁的时候 我的双脚都是外翻的 所以在睡觉的时候 我妈为了绞正我的腿 趁我睡着的时候 把我的腿用布棍绑着 让它变直 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因为生我 我妈 闹下了一身的病痛 以前她的身体是很好的 我小时候 我妈经常会 晕倒 也经常会有各种小的这种病痛 因为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 请原谅我失态了大家 所以我从小 就是我们正的名人 很多人小时候见到我 都会说 你这个捡来的孩子 没想到还长得这么好 没想到你还是学霸 然后更没想到 我成了我们村 第一个七八年以后 考上大学的本科生 也没想到我成了我们村 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那个年代 要走出大山是真的太艰难了 但是他们也更没想到 我在城市工作那么久之后 再回来了 我们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因为是超生的 那个时候我出生的那一年 还没有完全包产到户 所以那一年 我们家所有的公分 都被扣完了 然后没有公分就没有粮食 然后我爷爷 我老爷 就只能找别人去借粮食 那种条件上生我 我妈的奶水不足 我爸爸就想方设法 买到的奶粉 让我喝牛奶 那个年代能喝到奶粉 是很奢侈的 我在五岁之前 我的右耳朵上面都有一道针孔 没有愈合能看见有一个针孔 五岁之后它再长眉 那就是 两针从我妈肚皮上穿刺 扎进我脑袋造成的 可是 奇怪的是 我好像并不傻 所以 有时候我时常去想 就是 觊觎跟造化这件事情 是很神奇的 很多看似不好的情况下 反倒并不会给你带来太坏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 虽然我小时候体弱 但是后来我的身体很好 然后 我学习成绩也很好 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也能 赠得我应有的荣誉 我今天回忆这些并不是想过 并不是想痛斥什么 我只是突然想到 我妈因为生我 而承受的那么多的苦难 有必要让大家知道 我也觉得我有必要告诉大家 我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授剑 一个叫计划 不赔了 是 叫计划 是 更多的 是 是 是 谢谢观看